各位網友 許住院的老生常談 當然要繼續觀人衣媚 我們知道徐朝 徐文貸的時候 當然是一個很勤力的皇大 凡事都要親公 因此他能夠給權力下放很少 因此他過世之後 徐陽帝就不成勢 當時有個御史叫做房彥謙 房彥謙是誰呢 就是已經跟徐文貸開國的時候的功臣 他有個兒子叫做房元寧 他父子有時候說起 他說徐朝 徐文貸這麼好 到了他已經什麼無力不親公 因此他對以後都不知道怎樣 到了徐陽帝的時候 楊蘇已經當權了 已經被這個房元寧的爸爸看到了 他兩兒子就商量 他說徐文貸又這麼勤力 徐陽帝呢 他的兒子又沒有經驗 現在呢 楊蘇當權 這個呢 將下天下呢 恐恐怕呢 不會再好像徐文貸的時候了 天下大亂的時候呢 你猜會怎樣呢 這個房元寧呢 還說得清楚 他說 你可以 你已經看到了 這個呢 他除了徐陽帝之外 其他那些兄弟呢 都是不足成事的 所以這個天下 將亂的了 那麼 那麼當時呢 楊蘇呢 就因為呢 徐陽帝 他本身呢 也都是一個光碧自重的人 啊 徐文帝其實呢 積了很多錢給他們 但是可惜呢 徐陽帝不懂用 啊 不是說因為他國家沒有錢 是衰敗的 我們上一次講過 唐帝宗啊 之前啊 到了這個 開源之治的唐明王啊 這個都是 以捷劍呢 來使得國父文強啦 到了後來呢 這個 唐明王呢 有了楊貴妃呢 一反過去 所以呢 一敗塗地了 從開始呢 奢侈開始呢 這個 啊 啊 姊妹 雞裂土 這個 全部呢 就是 變成了呢 國家衰敗呢 很快去直落 所以呢 後來呢 變成了 唐朝衰敗啦 是不是 所以呢 現在到了徐朝 來到 再看回以前 的 後來的唐朝呢 當然就是 看到他 徐朝呢 不是因為呢 他各父空虛的 而是呢 沒有人呢 可以呢 繼承這個 徐文貸 所以 因此呢 將會大亂了 那麼這個 黃元寧就說了 啊 就看到 這個 徐陽貸呢 已經是 不堪造就的了 徐陽素呢 權傾一時 是 以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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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個 朝政呢 把持 徐陽貸呢 根本也都 光碧自容 兩個呢 已經不是偶然的 因此呢 天下呢 的心呢 有志士的人呢 都想 喘喘欲動 其中有一個呢 是很特別的 因為呢 我們知道呢 五湖 經過這個 五湖十國的時候 中國的血統呢 已經 溝到很亂的了 你就算是 唐 唐 有唐一代呢 這個 唐高祖那些 都是 有鮮卑族的血統 所以他們呢 對男女的 官房呢 就已經是 沒有舊時的了 好了 到了 到後來呢 就更加 放任了 是不是 這個 所以呢 楊素呢 家裏 促了很多歌記 他 多大都 他自己 數不到 其中一個歌記呢 就是因為 當時的風氣呢 的 圈奄 也都 好像我們現在 所謂 前衛 就是女性 這個是 前衛的人 他 在這個 楊素旁邊呢 他是 主要一個 執筆的人 就是 迎客啊 有時唱歌啊 接待客人啊 斟茶大水啊 這樣的 但是他越震天下的 民事啊 以至到 英雄的 有氣力的武將啊 他都越人 所謂多餘了 那麼呢 那時候天下呢 大亂 這個權傾一時 楊素呢 當然很多食客啦 其中一個呢 就是 叫做 李靖 就是以前呢 是唐朝 開國其中一個李靖 這個呢 進去也都見 這個 啊 所謂太衛啦 或者 成相啦 他都做到很大的了 那就是楊素呢 都沒有 啊 對他特別 青睞 因為 每一天都見到這麼多人啊 個個都說自己厲害 但是誰厲害不厲害呢 楊素都 也都不是官人之衣媚的嘛 是吧 唯獨 這個洪忽女呢 真是女中丈夫啦 他看到李靖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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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神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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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節啊 各方面啊 談吐啊 他都看到 這個人啊 他所見到的人之中呢 是最好一個人 於是呢 他 不避嫌疑喔 晚上呢 直接去敲李靖的門 很清晰地說給李靖的 他說我呢 就是你 什麼時候你見過 當然你不會注意我 因為很多 執窟的人呢 是招待你 我是其中一個 啊 你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 我就叫做 洪忽女 因為那個時候只穿紅衫 所以那些人叫我做洪忽女 那麼啊 他說 小姐 那你來做什麼呢 他說 我 月鎮天下的英雄 今天呢 徐朝啊 這個大亂呢 已經成了定局了 我有一個義兄啊 他這個女中丈夫啊 我有一個義兄 啊 他也都不 我也都不知道他什麼名字 啊 大家都叫他做 求廉客 因為他滿臉是鬍鬚的 是我以他兄妹相稱的 那麼他呢 就跟我說 他說 這個天下 啊 啊 我們呢 啊 等我去見一見 現在當時呢 有了很多人已經開始亂了 哪些有權勢的呢 他就去見一見他 他一見到這個唐高祖 他的兒子 時時跟在一邊 和他為徐朝呢 平定很多地方呢 這個他的兒子 就是李世民 他在這裡 所以呢 這個求廉客呢 就見過這個李世民 回來對洪忽女說 他說呢 我見到他之後呢 這個忠賢 逐陸啊 我們是沒有份的了 我不要緊要 我可以單身呢 走出去 這個 啊 這個 開啟我的基業 可以呢 做一個小的地方的國王 我絕對可以 但是呢 忠賢各 這個 陸續這個 忠賢呢 我已經 沒有份的了 我希望你留在這裡 是 和 一個 你想想識的人 在這裡 那麼啊 他就講他聽 他說我 和 婚女 當時很清晰 講給這個 李靜聽 我就是那個 這樣的人 我呢 知道你是呢 有一種 這種大氣魄 和你的 龍行虎報 你將來 你一定可以呢 是 做一番大事業的 但是呢 這個 忠賢各路呢 我很信任 我的結弊大陸 他說呢 我們已經是 沒有機會在這裡 只能夠呢 是幫助 這個 當代的英雄 這個 當代的英雄呢 不是現在 這個 李 唐高祖 是他其中一個兒子 叫做 李世民 你記得這個名字嗎 將來 你 投降他 將來你一定呢 能夠呢 立一番大事業 我希望你呢 能夠 在最近 你結識一位英雄 你和他呢 不怕 避嫌 可以和他出爪 如果有一天 你看到在東方有個小國 叫做 這個 扶儀之國呢 有個小國 是 建立起來了 在我們的東海之外的 這個呢 就是我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聽到 有人建國呢 就是我在這裡 見到的基業了 那你呢 向東方 我敬一杯酒 我們兄妹呢 就等於 你和我了 我會知道的 那這個 裘廉俠 講了這番話之後呢 就離開了他了 他自己去找他自己 他說 你千萬找到一個 這個 這個 才智之士呢 能夠見功立業的 這個 世界一亂的時候呢 你們 兩夫婦呢 可以呢 幫助這個 李世民呢 成大業 將來呢 你們呢 可以呢 成為一個 一個呢 非常出名的 是歷史上有名的 名主 我 官人之名 我是 太多句是這樣的 所以我呢 放棄這個位置給他 我走去那裡 所以呢 李靖聽他這樣說 這個女性 都真是 好 好厲害 而且他講那裡 那麼他說 那我 應該怎樣做呢 他說 如果你 是不嫌棄我 是 做過紅婚女 做過楊蘇的一個 歌記也好 接待人也好 你就不要介教這些 我們大家呢 我呈現 你終身來陪伴你 建立你的工業 我希望呢 做你背後一個女人 這個 這個李靖呢 也是一個英雄好漢 這些世俗的事情 他根本就不在乎 他看到這個女性 能夠晚上來 向自己私奔 能夠 鼓勵自己 能夠 即刻離開 他說 我們即刻離開 因為呢 楊素呢 他很多這些 歌記 或者跟他接待的人 他不會記得我的 這個 可能有人 告訴他 他都不在乎 是不是 他這麼多 所以我和你走呢 我們今天 鬧夜走 離開這裏 就安全的了 那你只想 啊 這個女人 真是女中丈夫 前所未見的 對我這麼好 這麼賞識 那 即是 思全想後 紅婚女說 現在呢 就是當代 你 我是 見了這麼多人 之中最好的 我希望你呢 信我 啊 我們即刻撕筆 那麼 因此他們 你只看 人生本來就是這樣的啦 駁一鋪而已 啊 他說呢 你將來呢 我那個 大爺兄呢 他說 一定這個成功的 他說李世民 所以他讓位給他呢 他就直接走 他說 我相信我 這個 結敗大陸 因為我非常信賴他 他 而且 這個 官人依美呢 他好幾次都跟我提過的 這些不是 這些不是 我曾經將 我所力 建立的人呢 告訴他 他說這些不是 氣道不行 或者其他的智慧不行 之而之類的 他批評過很多人 今天呢 我也都跟他說過這件事 他呢 已經離開了 他所留下給我的 你的印象 你完全符合 你信我 就跟我一起走 結果呢 好了 你真的跟他 一起私奔 就 紅佛女私奔 以後呢 的的各各呢 在扶宜各 一個東方的海外呢 是建立一國 因此呢 他們兩夫婦呢 當時呢 也都在 這個唐體中呢 的勇馬功勞之中 成為一個開國的緣分 這個故事呢 真是 官人依美的了 OK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